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好一点 好多了 有没有吓到你 对不起啊 你一回来我就住医院 我真没用 但是我没什么病 我是一看到你啊 太兴奋 这叫喜极而晕 你看你啊 还会说笑 大脑清醒啦 江伟 不要再离开我了 你不在的日子 我真的受不了 行了 不走了 敢也敢不走了 我今晚留下来陪你好不好 不要了 你坐了一整天的飞机很累了 早点回家休息 还有孩子们 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你 他们很想你 你早点回去陪他们聊聊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 我明天来看你 说不定明天 你就可以接我出院了 迦洛 我们的神奇妈妈终于回来了 你高兴吗 当然高兴啦 爸爸还一大清早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兰花 好漂亮啊 还有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新拖鞋 这双拖鞋是我帮你选的 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好漂亮好漂亮啊 哎 默默不在的时候有没有导弹呢 当然没有啦 你不在的时候 我不知道多乖呢 我每天帮你的盆栽浇水 还有做家务 我没有把东西乱丢 你不在的时候 我没有打电脑和游戏机 哇你真的那么乖 才不是呢 就是因为他顾着玩游戏机闯破 害我跟爸爸发生误会 所以就被我跟爸爸没收了 还有呢 他做家务的时候 不是打破东西就是打翻杯子 越忙越忙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家务为了让姨姨早点回来 还一片薯片都不吃 真的 听到没有 要不是我天天祷告 妈妈不会那么快回来的 现在妈妈回来了 我又可以去薯片了 哇 哦对了 爸爸还给你煲了汤呢 爸爸煲汤啊 很久没有尝过了 对 你一定要尝 嗯 好 一定一定 妈妈 你先喝 嗯 妈妈 怎么样了 好喝得不得了 真厉害啊 爸爸煮的汤 让妈妈喝得感动了 我也尝一口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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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 依依 怎么了 有事啊 我想来跟姨姨说声晚安 我回来这么久了 一直看到你笑咪咪的 你比以前开朗多了 我常常笑是因为姨姨你回来了 我觉得很开心 前一阵子 大家都很惦念你 家里的笑声也少了很多 姨姨你一回来 我就不知不觉的 从心里笑了出来 所以我知道这个家里 不能没有你这个神奇的妈妈 姨姨 我能亲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来 永恒啊 我们以后每天都可以见面了 晚安 晚安 全部都整理好了 一个都没了 连提供的衣服我都放好了 可厉不厉害 吹牛啊 那笑服呢 快点把它挂到墙上 免得到时候又找不到啊 嗨 妈妈 怎么样 书包整理好没有啊 整理好了 你检查过了 嗯 乖 哇 佳乐 你的房间还保持的这么整齐啊 是不是自己整理的 当然了 我已经找到了 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以前啊 他乱七八糟的 把东西随处乱放 有时候还找不到呢 有一次呢 他还差一点摔到 成个猪头 所以呢 他才肯改过 乖乖的把东西收拾好 能够改过那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嗯 哎呀 差点忘记了 哎 你怎么有两个闹钟啊 我怕一个闹钟叫不醒我 所以再加一个了 嗯 现在 我天天都会自己起床了 哇 妈妈 我现在才知道 以前你一个人照顾我们几个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你不在的时候 我帮爸爸照顾这个导弹的小家伙 都不知道有多累呢 妈妈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 妈妈知道你是乖女儿 嗯 妈妈 就算我们懂事 也不可以没有你啊 在家里 明天没有你是不可以的 嗯 家里面不可以没有妈妈 也不可以没有爸爸 以后我们一家五口 一个都不能少啊 林太太 林院长呢 林太太 林院长已经转到家护病房了 家护病房 嗯 已经稳定了 应该没事了 国栋 哎 结尾 为什么要把两人转到家护病房啊 他的病情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啊 你到我办公室再说吧 家伟 我们为两人 做了详细的检查 发现呢 他是感染了一种 含有的流感病毒 我们现在只知道 它是一种RNA类型的病毒 情况呢 比我们原来想的 真的更严重 有多严重啊 这是变种病毒 暂时没有药物可以对付它 病人呢 很容易引起并发症 有一定的危险 一定的危险是什么意思 照过去的一般研究 统计死亡率 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有那么高的死亡率 其实 我们正在为病毒 做进一步的化验 还不可以确诊 不过你 不用太担心 量人一向都很健康 现在又早发现 我们一定会紧密监查 他的病况 那就是说量人会没事了 当然了 我们对量人有信心 而且这是医疗设备 最好的医院 对了 家伟 这种病毒 是相当有传染性的 问了安全 你应该带一家人来 做一个病毒测试 怎么样 手还会痛吗 不会了 家伟 两人是不是病得很严重 两人只是得了一种 罕见的流感 若只是流感 为什么要劳师动众 叫我们全来医院检查 是这样的 我们家有老人和小孩子 抵抗也比较弱 所以做个检查 会安全一点 对啊 伯父 现在医学这么进步 对疾病防患措施 都做得很好 就像你们一样 每一年都会做身体检查 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受啊 郭东都告诉你了 我没事的 我在医院这么多年 什么病都没见过 早已经百度不侵了 你还记不记得 我在美国过境的时候 曾经跟你们通过电话 你说你遇到暴风雨 只留在一个小镇上 当时我遇见一对公公婆婆 两位老人家 开设了一间小型的温室 里面种植了许多 不同品种的兰花 全都开得很漂亮 我还向他们讨教 种花的秘诀呢 你一直很喜欢兰花 一定很开心 嗯 但突然之间 来了一场暴风雨 这场暴风雨来得很急 转眼间便风起云涌 这对公公婆婆就把兰花搬进温室里 但想不到这场暴风雨 实在是太猛烈了 一下子就将整个温室吹塌了 那些兰花都因此被摧毁 最后只剩下一小部分 其中有一株 再种了十几年的稀有品种 也未能幸免 哎呀 真是太可惜了 两位老人家都很伤心 另一位老太太 还因此病倒了 看见他们两个如此伤心难过 我望着那株被摧毁的兰花 忽然间领悟到 其实我手上也有一株 栽种得很漂亮 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兰花 我们同甘共苦 经营这个家那么多年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他 我不会让任何风暴 把他给摧毁的 从那一刻起 我知道我应该要回来 和你一起走以后的路 但我现在很怕 我怕上天惩罚我的离开 让你染上了这种病 教委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不过是个意外 有你和孩子们的支持 我会平安无恙的 我以愿者的身份通知你 病人灵亮人 保证可以平安出院 一根头发也不会少 有了有了 来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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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想念你啊 爸爸也很想你们 你们一个个怎么不笑 你们的笑脸都去哪儿了 笑一个 这就对了 爸爸最喜欢看你们笑了 轻衣 那个家庭都会准备得怎么样 可是你不能不参加 爸爸不能去 还有妈妈呢 答应我 你们一定要参加比赛 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练习 你跟大奖回来 我们一定会得到 第一个奖项给你的 这就对了 都提起精神来 把你们的手给我 你也难得在吗 两人 爸 妈 你们都不要担心啊 我没事的 你放心 好好地休养吧 我们会帮家卫看好孩子的 两人 想吃什么 妈给你煮啊 我想吃 妈你亲手做的 薄饼 还有春卷 好好好 妈妈明天做 叫家卫拿给你吃啊 再见 包包包包 好了 吃饭了 来 我们吃饭吧 来 吃饭了 李医生 李医生 找到了 陈绍娟 四十三岁 九八年五月 曾接受过大乔手术 一个礼拜前回国 找院长复诊 这病毒的潜伏期不长 两人已经发病了 如果这个陈绍娟 是病原所在 一定发病了 李医生 陈绍娟 刚才在家中 无故晕倒 他家人 已经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经过我们的初步诊治 开始患了 严重讯的感冒 还有点肺炎的症状 冯医生 是 你去安排隔离区 以防其他人感染 好 还有 把我们的情况 通知给别的医院 好吗 好的 你来这里干嘛 我很忙你知道吗 我是刚好和朋友 喝咖啡路过 我送咖啡过来给你的 不不不 忙你 早前不是有一篇 关于RNA的报告吗 你下载一份给我 还有 我想通知 世卫组织的巴赫医生 我们一定要尽快想到办法 不要让亮人 跟陈少轩的病情恶化 听说你换了新药 感觉怎么样 那就好了 我对你有信心 我要去接孩子们放学了 你自己多休息 知道吗 好了 拜拜 去找我动 姐啊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一个女人 姐夫现在已经住院了 你要照顾她 要照顾小孩 还要安抚伯父他们 像这样的精神负呆 你少一点坚持 跟一直都很难撑下去 我真的很佩服 亮人现在进了医院 我就更不能倒下了 其实应该说 是他们给了我信心 让我有能力支持下去 这段日子以来 我跟亮人经历了很多东西 这些经历告诉我 凡事要乐观面对 最近好像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比如说 宝林跟刘云分手了 现在跟切姐在一起 她要学人家投机又投资 现在连公司都已经卖了 我回来那么久 才跟她通了一次电话 她真的变了 好像判若两人 如果有时间 我会约她见面的 你怎么样 跟美琪 不错 说实在的 我跟她在一起过后 我整个人都安定下来 我想 她就是我想找的人 美琪是个好女人 你要好好珍惜人家才行 你放心吧 像是说 一字即之若琪 我想以后 也很难逃出她的魔爪 那就好了 回去赶快打电话给妈 让他们知道 省得她又担心 你到处骗女孩子 滚 毛巾 水壶 太阳帽 一人一份 收起来 明天太阳会很大的 一定要戴太阳帽 姐姐 最怕就是被太阳晒黑了 明天 它一定会变成巧克力一样 满脸都是雀斑 很难看 但是 如果用防晒霜的话 就不会那么黑了 欣怡 你没事吧 妈妈 我的平衡目 还是走得不好 我想去球场 再练多一次 现在已经不早了 你是不是很紧张 这次比赛啊 妈妈 我答应过爸爸 一定会尽量应付比赛的 我真的很想胜出 把冠军 送给爸爸当做礼物啊 妈妈知道你很疼爸爸 但只要你尽了力 就可以了 姨姨说的对 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爸爸一定会知道的 像上次 我在一个小提醒比赛的时候 我越是紧张 上台的水准就越差 所以 我就学会了放松 有横参加比赛的经验比较多 他说什么 我都听 这样好了 去洗个热水澡 赶紧睡觉 养精蓄锐 小胖 你也在绿绿绿组啊 嗯 糟了 我跑得美女快 绿细时还常常把弟弟绊倒 我想我们一定会被淘汰的 说不定哦 比赛还没开始呢 你们的爸爸呢 他生病了 这是家庭运动日 不是要一家人才能参加比赛的吗 你们的爸爸又不在 怎么算一家人啊 小胖啊 你还在这里讲话 爸爸在找你了 珈乐啊 飞仔是无心的 你不要生他的气了 我才不会生气呢 他什么东西都不懂 你们别忘了还有我呀 舅舅 你们别忘了 我也是林家的一份子啊 对了 有舅舅帮我们 我们一定要努力赢这场比赛 那奖杯回去给爸爸 好 我们为了爸爸一定要赢 那我要不要化妆 不需要啊 小孩子化就可以了 好 喂国栋 不会有什么事吧 建伟 我知道你在参加 学校的比赛 不过 亮人 他有话跟你讲 家伟 就快比赛了吧 只想跟你们在一块 你一定要好好比啊 等你拿个奖回来 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 争取胜利的 你也是啊 你千万不能够放弃啊 一点也不能放弃 你知道吗 你不是一个人作战 我们每个人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们会支持你 你一定能打成仗 战胜币国的 家伟 亮人已经听到你说的话了 我们要下线了啊 好啊 谢谢你国栋 需要多少 需要95和60 85和50 准备转眼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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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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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我是珈乐,爸爸,你听见吗?爸爸 爸爸,我们已经一个取消的比赛,有了冠军 是啊,爸爸,我已经不再怕走平衡功了,什么都不怕了,你也不用怕,爸爸,我坚强了,你也要坚强,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爸爸,你快点醒来啊,快来看我们的奖门,快点看啊,我们为你拿了第一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宇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会找你们帮忙的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你要找到那个病毒资料找到了没有? 哎,还找不到 我,煮了宵夜,还有泡了生茶给你喝,你要记得喝哦,不要留回了身体啊 那我先去睡了 嗯 春美啊 我知道你很关心两人,也很关心我 我过一会儿就来睡了 我过一会儿就来睡了 我爱你 我也是 对不起啊,这阵子这么忙 还有你帮我照顾可可啊 没关系啦 是我乐意的吗 嗯,对了,两人的病情怎么样了 我姐表面看起来很坚强 但是我看得出,她非常担心姐夫 这种流行性的病毒,都有非常高的危险性 她不敢告诉孩子 他们俩,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我相信,晴天很快就会出现的 你总是这么乐观 看到他们这么痛苦 我终于领悟到一句话 什么话 珍惜眼前的人呢 柔芒 谁叫你最近这么忙啊 我也不想啊 可是啊,宝林对公司的事爱理不理的 我只好连她的那份也要扛上了 她还是这样 变本加厉 珈乐 珈乐 上学要迟到了 珈乐 妈妈,我不想上学 为什么 我很想爸爸 珈乐 乖 妈妈答应你 等放学以后 带你去看爸爸好不好啊 反正我去学校上课也不能专心 我可想去探望爸爸 珈乐 我知道你很担心爸爸 可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爸爸为了我们 现在正在合并磨作斗争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代表我们是支持爸爸的 我怕爸爸再听不到我说什么了 你不准乱讲啊 爸爸他知道的 不会的 珈乐,你还记不记得 你上次不吃乳片的时候 姨姨就回来了 这次只要我们乖听话 爸爸也也会回来的 嗯,我们还可以用念力啊 要爸爸尽快的打退病魔 如果你不起床上学 就没有办法了 乖 好 我马上起床 我去上学 如果不是淳梅打电话给我 我都不知道亮人的病情这么严重 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会醒 之前他又忙着照顾孩子 又忙着工作都没事 可是你一回来的就 我真的好怕 万一亮人就这样躺着不醒 我跟孩子该怎么办 不要灰心 艺术这么发达 没有并不可以知道 不过看到亮人这个样子 才发现自己以前 拼了老命似的 去工作 去赚钱 计划的这么长远干嘛呢 医生缓缓几十年 好好去珍惜才对得起自己 上天这样接二连三的考验我 我怕我这次真的过不了 你现在想再多也没有用 出去喝杯咖啡吧 我什么也不想喝 你在这里我帮不上忙 扩解医院的空气又不好 出去呼吸一下心心空气吗 我想多待一会儿 那如果亮人醒了 或者是你又想找人聊天就打给我 嗯 拜拜 拜拜 除了插猴之外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阿娟了吗 她的肺功能衰竭 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 如果不插猴可能挨不过今天 那是不是插猴 阿娟的情况就会好转 她就会有救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插猴虽然可以帮助她呼吸 不过也可能导致病情恶化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病毒 没有人知道效果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谢谢 阿娟 阿娟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帮她插猴了 剩下的 就要看她自己了 就是说药物对阿娟已经没用了 那亮人呢 亮人怎么样 阿娟是感染源 所以她的病况比亮人严重 插猴呢 是唯一的选择 也是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选择 那就是说 在星药没有出现之前 我真的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不过呢 医院已经成功的列出 病毒的基因排列 将资料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流感监控中心 现在只是等着结果 但要等多久啊 阿娟现在已经插猴了 阿娟现在已经插猴了 亮人的高商一直都不退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怕她撑不了多久了 亮人能撑多久 就要看她自己的抵抗力 只要能退烧 就有希望 那 保龄真的放弃公司 嗯 我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我认识的高保龄 以前呢 她把公司当作是她的家 凡事呢 都要亲力亲为的 现在啊 好像事不关己的样子 简直是难以置信 看来谢杰彻底把她改变了 你有什么看法 我能有什么看法 我当她是开玩笑啊 我怎么可能有能力管理一家公司呢 嗯 不可能 她说的对啊 上回你不是管理她的公司 管理得很好吗 而且那些案子啊 管理得头头是道 这证明你有能力当老板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 建立自己的事业 我真的可以吗 唉 我也不知道 唉 你知道吗 你最大的缺点 就是缺少自信 两个了解你的朋友 意见都一样 你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里工作了 虽然我不是老板 但是我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不希望公司就这样子结束 还有啊 对其他的同事 也是一项很大的打击啊 你不必多想了 再情再理 你都不想结束公司 好吧 我们把它买下来 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我可以帮你啊 我不能要你的钱的 美琪啊 到这个时候 你还跟我说这些话 要是你不安心的话 就当做是我投资 你不要推辞了 我对你绝对有信心 好 永恒 你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害不害怕 不准乱说 快点做你的功课 我只是想问永恒啊 姨妈 当时她害不害怕 永恒的妈妈得的是绝症 爸爸得的是流感 流行性感冒是可以医好的 他们两个的病根本就不一样 不可以比 是变种的流行感冒 医院还没有治这种病的药 这些我都知道 就算是变种的 也不是绝症 不是绝症 就是有的救 你怎么可以拿永恒的妈妈 跟爸爸的病比呢 你是不是想救爸爸死 我没有 你才想救爸爸死呢 如果你不是想救爸爸死 干嘛要拿永恒的妈妈 跟爸爸比 你诬赖我 我没有救爸爸死 爸爸是不可能死的 是你救爸爸死 姐姐 你误会珈乐了 珈乐不是这个意思 别理他 快点做你的功课 以后 我再也不会叫你姐姐了 我要跟你当两段 姐啊 这副身体一直都很好 她的意志力啊 比谁都强 她以前救过这么多病人 你要多给她点信心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救不了她 我真的尽力了 我真的尽力了 果断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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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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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 發生了什么事 妈妈 姐姐欺负我 姐姐说我要求爸爸死 她不好好地做功课 在这里胡说八道 所以我就训了她两句 你过来 你是最大的 妈妈现在最需要你帮忙的 就算是焦弟弟 你也不应该说那些话的 你还哭 哭是没有用的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欣宜 依依 姐姐是担心爸爸 才会跟佳乐吵架的 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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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妈妈知道刚才错怪你了 我们是一家人吗 要相互体谅才行啊 因为爸爸的事 大家的情绪都不好 妈妈有些情绪吗 别生妈妈的气了好不好 我不是生你的气 我只是很想爸爸啊 欣宜 我喝第一口的啤酒是爸爸教的 以前问我爱爸爸还是妈妈多 我一定会选择妈妈 觉得妈妈是最了解我 和你才可以沟通 可是你不在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可以和爸爸沟通的 一直以来 不是他不懂我 而是我以为他不懂 妈妈 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和你一样好 我爱爸爸和爱你一样多 妈妈 爸爸是不会死的 是的 爸爸是不会有事的 爸爸有你这么乖的一个女儿 爸爸很快会康复 很快会出院的 爸爸是不会舍得丢下我 迦勒 永恒 还有妈妈的 他是不会死的 妈妈 我不想喝这些啤酒了 刚才 我去买啤酒的时候 老板说 我不满18岁 不卖给我 我说是买给爸爸喝的 不如我们把他带回家 等爸爸出了院才喝好不好 好 等爸爸出院了 我们一起喝啤酒好不好 嗯 我准备帮良人换药 帮他退伤 现在的药已经对良人无效了吗 他已经连续两天搞烧了 非功能继续减弱 如果不能控制病情 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郭董 你一定要想办法 现在已经有一个死了 你不想有第二个吧 对不起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的能力 真的有些 我想进去看他 我不赞成你进去 这病毒 有高度的传染性 真的不安全 对了姐 你进去又能做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都好 就算是说说话也行 我不想隔着玻璃看他 我想进去陪他 不过家伟 我自己负责好不好 好 两人 你要坚强 千万不能放弃 你要支持下去 你不可以丢下我们的孩子 不可以 不可以 爸 爸 两人怎么了 两人很危险 郭东 怎么样了 可能需要插好帮他呼吸 不愧像阿娟那样的 我要他支持下去 他不能放弃的 我们全家都在等你回来 你一定要支持下去 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课的探员 现在怀疑高小姐 你跟一宗商业诈骗案有关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等一下 现在是不是要宣布病人死亡 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爸爸 两人 爸爸 你要坚持住啊 两人 好再见 我会放这些 我们都可以交给神 安全 可以 我会放进去